欢迎收看5月14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你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由大兴电有线电视直播的今天聊什么节目 本周六推出第二集 畅谈深耕区土库里的老人共餐情形 深耕区公所为了避免群聚风险 在深耕第一市民活动中心设置众所税代收服务据点 由新北市政府发起的顶医护行动餐车 14号开网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提供餐点为一线医护加油打气 北京国小利用创客课程带领小朋友自制防护面罩 赠送给一线医护人员使用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 买video的强调电影《喜从天讲》 大兴电有线电视直播的今天聊什么节目 本周六将播出第二集 邀请到深耕土库里里长高太郎 以及志工队队长蔡美凤 一同到节目中畅谈办理老人共餐的点滴 欢迎民众准时收看 由大兴电有线电视直播的今天聊什么座谈节目 在上周首播第一集 参与时预算幸福提案 小城社区全员动起来 受到热烈回响 这个礼拜六安排播出深耕土库老人共餐 吃饭不孤单还能够学习交流 邀请到土库里里长高太郎 以及志工队队长蔡美凤 一起来畅谈里内老人共餐的办理情形 节目中里长高太郎分享了共餐活动的点滴 包括搭配节庆大家一起包柜包粽子 还有自主学习课程 让老人家体验拓印做哨把 或者是拿起画笔画出自己的自画像 让他自己从手机上面画出他自己的像 一开始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很信心 没有信心 因为没有人画过 那经过老师的一个指导之后 有的真的画的真的很像的像 所以真的很用心 他拿他自己的这个悠悠卡 敬劳卡就开始在画 看不出来他们不会画 每个人都很厉害 而在共餐中最大推手就是志工 志工队队长蔡美凤在节目中则笑谈 自己是如何投入到这个志工行列 而在共餐料理上又是如何带领志工群 一同烹煮出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让阿公阿嬷来吃饭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从这个礼拜六日五月十六和五月十七号 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 一定要锁定大兴电有线电视第四频道 另外在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以及脸书粉丝团上也会同步播出 一起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琦 新店采访报道 往年在深坑区公所都有设置 棕锁税代收服务柜台 今年为了分散人流避免群聚风险 将服务的据点改到深坑第一市民活动中心五楼 区长刘新明表示 同样会做好量体温手部消毒等各项防疫工作 深坑区公所为了免去在地居民 要到新店报税的奔波之苦 在深坑第一市民活动中心 协助综合所得税代收 区长刘新明表示 往年在公所就都设有代收服务柜台 但由于现在申请扩大纾困方案的民众较多 在避免群聚风险的考量下 因此规划在活动中心五楼 提供综合所税代收服务 现在在处理一些 这些极难救助的这些事情 人流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有群聚的状况出现 那又刚好说 现在我们活动中心 也可以开放 做一些静态的使用 所以我们今年就在 我们深坑第一市民活动中心的五楼 那我们开辟一个服务 我们区民的一个报税的一个空间 在市民活动中心的收件服务时间 为周一到周五 上午八点到十二点 以及下午一点到五点 为了落实防疫 深坑区公所提醒民众 进入活动中心务必佩戴口罩 工作人员也会替民众进行量体温和手部消毒工作 而在服务据点都会定期消毒 并且在等候区规划了适当的社交安全距离 进到我们的公所或者是到这里来活动中心 我们都要需要他戴口罩 那我们也会在门口我们会帮他量体温 我们也有设置我们的酒精的这个喷洒的设备在门口 然后我们室内呢 我们也非常严格的力行所谓的这个社交安全的距离 深坑区长刘新明表示 现在网路发达报税的管道多元 还是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线上报税 同时提醒民众 在活动中心的服务据点只提供代收服务 如果需要咨询或者是税额试算 所得查调 仍是要洽询国税局各地基针所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 由新北市政府号召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 新北市少年裴力园 以及逆风剧团所组成的挺医护行动餐车 14号来到了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提供了咖啡、鸡蛋糕、汉堡等餐点 为第一线打仗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工作人员一个个用爱心认真的制作着鸡蛋糕 因为这些都是要用来招待新虎的一线医护人员 由新北市政府号召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 少年裴力园与逆风剧团所组成的挺医护行动餐车 14号来到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新北市林姓中青总会这天也一起加入职工行列 将咖啡、鸡蛋糕、汉堡等餐点一一打包 让医护人员在休息时可以好好享用 社会局刚好有个活动就是我们来感谢医疗人员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对那我想也让孩子实际上能够来把他们所学习的专长 然后让这些医护人员感受得到 台湾这个疫情那么严重 然后我们中青总会这边也可以出一个微波之力 一方面也要感谢我们最辛苦的防疫人员 新北市社会局指出挺医护行动餐车 从4月16号起到6月16号 预计前往食物所医院提供餐饮服务 期盼用实际行动感谢这群用生命守护台湾安全的医护 一份套餐给我们医护人员送上我们关怀的一个心意 那感谢他们这些日子以来为了台湾的防疫这么辛苦 对那这个行动其实从4月16号开始到6月4号 中间总共会有15场次 然后我们已经跑了新北市大概有9场的医院这样子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院长赵嘉伦表示 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主动关心院方各项需求 让医护人员打起仗来不孤单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护理部副主任江仪惠则说 疫情期间来自各界的关怀 让他们倍感温馨更有动力 那也再次感谢市政府提供美味的餐点 能够慰慰我们同仁的辛劳 那也感谢我们全体同仁 在这个防疫期间 大家共同的努力 来捍卫我们民众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安全的就医环境 也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 就是包含一些企业团体 然后还有社会工作 还有整个民间对于我们这些医疗从业人员 第一线的一些照顾跟支持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谢谢大家 我们只是尽全力把我们原本该做的做到极致 这次参与挺医护行动餐车的成员 有失业的青少年以及身丈朋友 有机会亲手制作餐点送给医护人员 让这些被帮助者也能发挥面部之力 成为帮助者 发挥正向能量 一起为台湾抗疫而努力 继续声明展门期新店财富报道 北新国小结合创课课程 以镭射切割设备自制零件 再由学生动手组装成防护面罩 提供给一线医护人员使用 学生表示能够为防疫尽一份心力相当光荣 更希望借此能够为医护人员提供充足的防疫装备 为让一线医护人员拥有充足的装备 可以抵抗新冠肺炎病毒 新北市35所学校 最近加入新北市创客社群学校伙伴计划 利用镭射切割设备自制防护面罩 而新店区的北新国小就是其中之一 负责创客课程的陈建仲老师表示 由于国防医学院先前利用3D练技术 制作防护面罩相当费时 因此他们希望借由镭射切割技术 能够快速量产提供医护足够的防疫动能 利用3D练的方式 它是比较耗时间的 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一个计划 利用镭射切割的方式 来一起制作防疫面罩 来提供我们这些防疫人员来使用 后来经过接下之后呢 我们就号召了我们新北市的 有创客社群学校的这些人员呢 一起共同来制作个2000个这样子的防疫面罩 来提供给这些防疫人员 北新国小小朋友利用创客课程时间 化身防疫小帮手将镭射切割设备 切割好的零件加以组装 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防护面罩 学生伍廷伟与斯嘉莹都说 能够在这场病毒大战中奉献一己之力 觉得很荣幸 可以制作这个面罩 可以为医疗人员尽一份心力 而且这样的话可以拯救比较多的人 不会再上太多 不会因为医疗人员的关系 然后也确诊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参加 可以参与还蛮高兴 因为可以帮助防疫人员 为他们尽一份心力 创客精神强调的就是 动手作与解决问题 这次北新国小师生 将创客精神转换成回馈社会的力量 不仅帮助一线医护人员 更将形成对抗疫情的一股动力 记者是明正门奇兴电 采访报导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热点看播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BGM 用手机不只可以购买口罩之外 现在还可以找交有限电池费用 即日起大新店全面采用简讯账单服务 将不再提供纸本账单 保障用户各支不外线 也提醒用户按时缴费 您只要持手机到超商出示手机条码 就可以轻松缴费 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大大保护我们的地球 大新店邀请您共同响应简讯账单缴费服务 大新店客服APP环保又便利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于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下载就用好方便 聪明运用免来电 今天热点看播要推荐的是 MyVideo的强挡电影喜从天降 主角郑德利小气成性 买了豪宅却每天与七小在空屋里搭帐篷 洗澡则在大楼泳池边的更衣室 只为了维持完美的屋况 好让房子转卖发大财 眼看客户就要上门 谁知道厄运突袭 大体从天而降 发财美宅顿时变成了凶宅 郑德利该如何辟出一条财路呢 赶紧来看精彩片段 暖黑咖啡 暖黑咖啡 兩位有沒有想要替自己的幸福 找一個家 那我們應該明天就可以換約了 你們家陽台現在就是凶宅 十六伯伯 幫哪位 你怎麼死得這麼壞 你是那靠腰啊 反正常不能讓別人發現鳥伯伯 這樣人家會以為我們家是凶宅 又要偏賣 感受一下這裡的景觀 我附送人別大體直直的 嗯嗯嗯 你們這些 我來我來就好了 他要把大火不送 李先生 我金庫裡面有很多錢 這是美國最新的太風科技所 你想要拉過時後拉下去 結束失敗 神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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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你們的話 我雙手就賣掉了 我 我 我不是綜藝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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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是 接着来看 宝贝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联系上和一梯数位录影机重磅登场 月付129容量升级精彩加倍 申办促洽29173939 超级双网案强力上市 全部吃到饱一口价 每月只要799元 让您在外能行动上网 在家可以光鲜上网 一次申办全部搞定 促洽29173939 A108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 缴纳期限因疫情影响延长一个月 从5月1日至6月30日截止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请民众多利用网络申报 为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新店区公所致工免费导览申请 暂停服务延长至109年5月底 后续是疫情状况 在予以恢复或延长暂停服务 造成不变尽请见谅 109年新北市原住民族产业金石 即创业计划争选竞赛报名时间 自109年5月1日至109年6月14日 欢迎原住民朋友踊跃报名 相关简商及报名表 可以至新北市原住民族行政局官网下载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以及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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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